于今年4月6日正式上架的Quibi是一种能让用户在手机上欣赏短片的影音串流平台 Quibi的命名来自于Quickbyte 也就是素食的意思 用户只要在手机上下载Quibi的应用程式 并付出最低基本月费4.99美金就能使用 Quibi的影音全部都是原创制作 内容从纪录片、喜剧、戏剧到新闻节目不断更新 而且节目的长度都不会超过10分钟 方便订户透过手机随时随地欣赏这些短片 但是Quibi的订户是无法透过电视来观赏影音节目 尽管目前因为新冠疫情让美国民众待在家里看电视的时间变多 但却没有影响到Quibi的发展 专家分析Quibi受到大众的欢迎 主要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在家用手机来观赏影音节目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